他又怕說那個部落裡面很多年輕人死掉 所以呢就講說好吧 那你們就派將軍出來打架 看哪一個部落贏了 就兩個將軍後來是泰巴朗部落的贏了 因為泰巴朗部落他比較尖詐 他竟然去跑到馬太安部落去找一個巨人 找一個非常會打鬥的人 然後去打那個七角川部落的人 後來他們就贏了這樣子 從此呢為了要經驗拉蓋這個人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吉拉蓋亞 那在早期據老人家他們說是大概在一百 一百五十年前我們的祖先開始定居在這裡 那是因為另外一個事件 那個事件叫做加里婉事件 然後我的祖先是沙奇拉雅人 我是沙奇拉雅族跟阿美族的混血 我姑姑呢是沙奇拉雅族跟七角川的阿美族的混血 那我是七角川那邊的阿美族 叫沙奇拉雅族加馬太安那邊的阿美族的混血 然後就過來混血其實也統稱叫做阿美族 但是沙奇拉雅族的話跟阿美族的族語是不一樣的 像那個我講一句哈 那個阿美族的做什麼叫做迷茫案 沙奇拉雅族叫做埋葬 他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那第一個來這邊的族群是沙奇拉雅族 然後我待會會告訴你們他們會 他們大概剛開始定居的角落大概就是在那邊 那個地方那一帶過去 然後之後就是馬太安的阿美族 馬太安阿美族就定居在這個山邊這裡 然後還有就是沙奇拉雅族大概在那邊 然後還有一些是在山上的 山上以前有太魯閣族 然後下來有外省人 然後又有格馬蘭族 然後外圍這邊有客家人 這邊有漢人 所以我們從以前我們做過那個調查 大概有九個族群住在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在過去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聚集這麼多人 是因為你們剛進來的時候有一個花蓮溪 其實花蓮溪它就阻隔了這些人要到鳳凝的路 那以前這邊有兩條古道 一個是那個激騎古道 然後另外一條叫做班薯寮古道 他們從海邊要拿鹽巴過來 然後他們背著他們的鹽巴來這邊換米 或是換什麼其他的東西 或是一些其他的漁場要來做交換 然後另外一條古道叫做激騎古道 那個是一個走私古道 因為在過去你殺豬殺牛幹嘛 你都要繳穗 鹽巴也要繳穗 所以那個是走私古道比較難走 所以吉拉丹樣這個地方在過去 這裡就變成經濟非常的繁榮 面殿也有旅館也有什麼都有 因為他們必須要停留在這邊 到了第二天早上再過水到鳳凝鎮上 所以當時據老人家說 當時大概有兩三千個人 在我們在這個部落裡面 後來是因為台九線 把台九線開通了之後 就很多我們這邊的族人就到台北去了 然後沒有回來 像西紫那邊 台北西紫那邊的法拉寮 就很多是我們吉拉丹樣的人 吉拉丹樣的人就在那邊 我們待會兒 herself 從來你 多少錢 其實我們就這麼便宜 我們現在回到台北西紫那邊